问卷部分我是用Google表单做的 所以你可以从云端里面找到这个表单 里面当然填什么东西呢 你的问题 也许你可以先想好 所以我之前已经预先把这个问题先输入上去了 也许你可以在Word里面先打好 再贴过来也可以 然后最后呢 这边有个眼睛你可以预览 预览弹出之后呢 它会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问卷 就你们刚刚填的嘛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把它缩短 那缩短的方式 其实在上面有个网址这么长 你要把它缩短 那实际上你可能会需要给至少两种 一个是PC端就是电脑端 有没有 那所以电脑端你可以给它一个网址 但是如果你是给比如说手机端 现在这个行动装置很流行嘛 或者是平板 那你可能需要给它一个什么QR Code 因为它输入网址其实虽然很短 但是还是不好输入 其实还是可以输入啦 这是不好输入 那你给一个QR Code会更好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其实你只要怎样 把这个网址复制之后 到goo.g楼 这边可以把它贴上 然后shootern就好了 shootern之后呢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短网址 你可以这边有个复制嘛 对你可以贴到任何你要贴的 像公告栏 然后是说不过PowerPoint 然后呢按down之后的话 如果说你要 如果说你要产生一个QR Code 它这边好像有 你现在按一个down好了 我习惯上按一个down 那你会发现旁边有三点点 这边有个什么呢 QR Code 那你把它点击下去 这个就是你的QR Code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 另存图档 或者是复制图片 贴到你想贴的位置 然后呢就把它放到 很多时候其实很简单嘛 A4的纸张嘛 你就贴到墙壁上 请填问卷就好了 这样子反正 随时它只要有行动装置 它可以帮你填完这个问卷 这可以做很多用途 像包含就是我刚刚做那个问卷之外 其实像之前我听同学学了这个方式之后 用的最多的是用在哪里呢 就用在公司要团购的时候 发现非常好用 那比如说你可能要 你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数量要多少 然后你的名字 上面填一下 马上呢 就可以到哪里呢 其实你填完资料之后 那我怎么办 我可以这边有个笔 你可以点击它 那你填完的资料 它会帮你放哪里 放在这个回复里面 OK 这边有个回复 你把它点击 就是放在这边的 所以你们填的资料通通在这里 那另外呢 它也会帮你做出什么 统计的图表 这个还蛮贴心的 因为以往如果说 你要再做一个图表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那利用这个功能 你会发现 我可以马上知道 就是说 像这边总共有23者回应 就是说有23个人填完问卷 那其中的话 最大多数的同学是填的 他是进阶 OK 所以看起来 我们这班的程度 有16位同学 所以可见的大部分同学程度 应该都还算不错 所以我就会以 进阶的这个程度来上课 所以可能你是挑入门的同学 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就是说 如果你实在跟不上没关系 我上课会拔路下来 你回去再花时间 自己再听一下吧 OK 不然的话 讲就是 我会取一个 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 上课速度 OK 那再来的话 入门 大概有五位同学 所以如果你填的是入门的话 大家要有点心理准备 那如果你填的是进阶 有两位同学 本来就会撰写程式 那更好 可是 当然如果有的时候 速度没办法满足你 你可能已经做完了 那我在那个云端上面 有很多的补充的题目 甚至有进阶的补充题目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试着 把那个范例档案下载 那上面都有解答 要怎么做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网址 其实就是 我写在最上面 OK 那个网址 OK 那第一个 大家看下这个相关的程度 稍微了解 第一个 大家最想要学什么 是这个 OK 以Sale与VBA的工作表的自动化 我会要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工作表的自动化之前 可能你还是要先从最基本的 这个物件开始讲起 所以 因为一个工作表里面 还有很多的物件 包含就是储存格 范围 栏跟列的相关概念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概念 你要跳到工作表 因为工作表很多工作表 跨多个工作表的这个程式设计 难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当然还是按步就班 我还是会 可能当然如果速度讲得快一点 我可以再多讲一些 可能有关那个工作表的自动化 第一个可以先让各位了解 第二个最多的是什么 高阶的函数进阶应用 OK 所以显见 单位同学应该对于 基本的函数应该都OK 可能会希望多知道一些 比较少用 但是非常好用的一些函数 怎么使用 那也许我们在后面的范例 会跟各位多做这方面的补充说明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 就怕你招架不输而已 OK 那当然如果各位已经有准备的话 那这样更好 OK 那再来的话是有关VBA的 进阶设计跟表单 那这也是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循序渐进 我们会先从高阶函数 怎么使用 怎么解决一个问题 再来看 如果用VBA的话 会不会更快 当然会更快 那怎么做 这里去会牵涉到 VBA的程式撰写 那程式撰写里面呢 当然又包含就是说 你是一个按钮呢 还是你是要一个制定函数呢 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少有两种以上 那我会用比较 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各位了解 那大家还有其他什么 就大家你们 还有有关资料库 OK 所以我想 大概这几个比较重要 我会多讲一些些 大概至少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个学习需求 那再来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还是自我成长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门课 对于工作上一定有 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我已经上这门课 已经不止一年了 而且我对于VBA的程式设计 我认识VBA已经 应该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 因为这东西 已经不是说前几年才出来 它出来很久了 只是因为它慢慢成熟 是最近这几年 因为那个电脑的硬体 已经成熟了 早期的e-sale 你如果大量只要一跑 就白画面 然后就开始荡掉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e-sale 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想很难的 因为现在记忆体都够大了 随便插一下 都至少是 像我们这电脑 已经插到8G 16G了 怎么跑都不可能荡掉 再来的话 它的单一个工作表 最多可以放1048576 就是100多万笔的记录 所以基本上 它拿来当资料库使用 其实也没有问题 那你可不可以拿它来取代SS 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不可以 所以有的很多公司就会想说 那干脆我不要授权SS 这省很多钱了嘛 老板最喜欢的 所以基本上是绝对办得到的 那只是说怎么错了 OK 那因为我们只有8次上课 如果要把上面这些全部讲完 应该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我讲太直接了 应该是很难啦 OK 但是呢 我会挑最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讲 如果你很需要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留妹 如果刚刚你没有 如果没有留到的话 你再跟我讲 下课的时候 那写给我还是怎么样 OK 那我知道一下 好 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相关 第一个因为我们这门课 那我首先 我先简单介绍我自己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 其实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的城市设计的经验 应该超过20年了 那最早从事城市设计工作 大概差不多也是20年 教学经验 大概也差不多十几来年了吧 所以应该算是经验 还算可以吧 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 其实在网络上Google一下 应该很容易找到我 你如果搜紧吴老师 这个关键字的话 大概前面几个 第一个第二个 应该是跟我 应该是我的吧 第一个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那我里面的话 放了非常多的教学相关的文章 那目前可能观看 市数最高的 好像也跟VBA很有关系 第二个可能跟那个 手机的程式设计 就是App有点关系 另外的话 那我也有个就是教学频道 就是YouTube的教学频道 那这个频道的话 目前的观看次数 大概快要超过 超过500万次了吧 订阅人数的话 应该超过 一万两千人吧 OK 那这个频道的话 已经应该超过十年了 那里面呢 其实没有很滑重取宠的东西 也没有很重益的东西 就只有什么 我的上课 OK 就是你看到这个画面 好 居然有500多万 500万次的观看 我也觉得很 惊讶 表示说 其实很多人 其实随时也在 follow我的一些影片 那这样 其实这也对我来说 有一个动力 所以 上课对我来说 除了说上课之外 能够把一些东西 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也蛮快乐 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搜寻 一些有VBA教学相关的 其实关键字很多都跟我 我也放了蛮多的 而且甚至夸到被我洗板了 我发现 我自己找了一下 其实好像什么都跟 都是我的东西了 其他老师好像被我洗板 洗到很后面了 不是没有其他老师的东西 是 还是因为我放太多了 OK 是不是我应该要节制一下 OK 好 没有办法 因为 其实这个课 像我们这边开课 很奇妙的 一下就耳满了 这 这 OK 那我也很希望持续下去 好 那另外我还有 有关那个 就是手机的程式设计 这也是我的专场 另外呢 当然我不是说 就是 我开课 大概不是只有这边 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 还有更多地方 像明天 中央研究院 也找我去帮忙 教什么 也是教跟你们学的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里面的研究员跟行政 他也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感觉上好像 因为Excel用的实在太普遍了 应该没有一个软体 可以像Excel这么普遍 只要有Windows的环境 如果没有装Excel 感觉怪怪的 那台电脑还能用吗 是不是 所以 你如果里面没有装个Excel 那你要干嘛 对不对 只有Windows 所以基本上 它土片性太高了 那当然如果说 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事 你又希望能够更加的有效率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也会想到 怎么样去撰写程式 那你如果要撰写程式 还有其他的管道 不过 我想 因为我教程式设计 不只是VBA 我教了非常多种 其中呢 其实VBA还是最简单的 而且是 最设定 完全不用设定 因为你一次要打开 就有VBA了 马上可以工作 那以前 如果你用其他的工具 你可能他设定一大堆 尤其是设定什么Java 或者是Android这种东西 我设定环境 就非常的麻烦 另外呢 如果你牵涉到资料库的东西 那其他的开发环境 又要去找一个资料库 那可是以Sail不用 反正以Sail自己本身 就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优势上面 这个VBA其实是 来看应该是非常的 我想应该没有 可以说没有对手了 OK好 那目前 我只要简单说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我程式设计 大概有二十几年的经历 那之前也有创业的经历 之前曾经担任 某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五年的经历 OK 那目前主要是 跟顾问有关的工作 还有跟那个教学有关的工作 OK 那其他的话 大概就各地 邀约 OK 那我的证照也有超过 大概三十张吧 那另外 这个是我的教学频道 里面的话 大概 这个是旧的 大概几个月前吧 四百多万 有没有 这个是九千多 最近的话 订阅人数突然就增加了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不只是这个课 其实我很多地方上课 一样会传到我的YouTube频道 假如说呢 你希望听更多的东西 请别忘记 有一个订阅 OK 不是打广告 这没有那个 OK 那另外的话 因为这样的关系 YouTube 部落格 那个网站 App 就Google 它也是个老板 他每个月也会 这个 转账给我 OK 这不是重点 那另外的话 不过其实 微数也不少 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帮助我很多 因为我很喜欢旅游 但现在比较没有时间 因为越来越来越上课 抽出 只要有空档 我就很想要出去走走 那个旅游的 这个都是Google赞助的 OK 所以其实蛮感谢Google的 那再来的话 因为证照的关系 其实我也曾经担任过 有关那个证照的命题 审题的相关的工作 Office也有 OK 那另外的话 接下来 刚刚是我简单的介绍 那也不是太重要了 反正你要找我很简单 Google吴老师 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有关那个上课的 相关的教材 那因为相关的东西 我不知道各位的程度 是不是 有一些素养 可能你要先自己建立 第一个有关函数方面的 那函数方面 其实在以色列里面 至少有250几个函数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对这些函数 都能够非常的熟悉 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建议的 有关函数部分 有两本用书 你自己再去找找 尤其是这一本 我还蛮推荐的 就是Excel职场用的468招 它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出了468个范例 里面的话 就当然有468个解答 OK 那当然我想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它把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区分成九大类 九大类 然后每一类 再就做细部的函数区分 OK 不过这本书的缺点 当然第一个 它里面没有 它里面没有那个VBA的部分 只有函数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里面呢 有一些 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感觉 看得出来是从大陆那边翻过来的 所以有一些什么身份字号 一看 好像怪怪的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可能你自己要稍微 再做个调整 另外第二个 有关那个 刚刚讲的是函数部分 如果你函数部分的素养不够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再去买那个书 第二个是有关那个VBA相关的素养 那个有两本 我是比较建议 像这本奇标的 或者是这一本 这两本其实都可以参考 那比较偏重是VBA的相关概念 假如你对VBA还没有任何概念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买来看看 那当然呢 看相关理论 各位应该都没问题 可是你要实做 很多人都做不出来 所以我会把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 放在教你怎么做 做出你要看到的结果 才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可能看都没有问题 做可能就做不出来 OK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有关那个 相关的其他补充用书 各位不用 也不用急着记 因为这个东西在 讲义里面都有 在讲义里面都有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等一下要找的话 那第三部分是有关进阶的用书 跟资料库 跟资料库有关 还有跟其他的相关的书籍 其他的话像那个枢纽分析 或者是一些可能那个其他这部分 大数据比较有关的相关用书 这边也有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一期课程的那个 相关的补充资料放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 待会 一样连接到这个网址 那帮我做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 这个网址把它输入上去 然后 记得都全部都是小写 那进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 范例档 请各位 把这个范例档按右键 这边有个下载 或者你点两下 这边有个下载 两个都可以 不过这次习惯一下 在云端上面下载 把它在资料档中显示 解压缩出来 按右键这边解压缩字次 范例档 那后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会把 我是没有分到九大类 但是我分了五类 五类的函数 我们会按部就班 会先从第一类的函数 所以请各位 先从第一类里面 第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先把它打开 稍微看一下 到底我们的范例 这个大概 需要用到的 相关的函数 等等的 那这一题像是我 如果要产生一个 手机号码 这后面这个 是0911 这个一个 一个减的符号 这个minus符号 然后呢 084 minus符号 007 就是如果 假如说 它不满三码的话 你要去补零 OK 那这边的话 可能自己稍微 再看一下题目 其他的话 还有更进阶的 其他题目 在这边 那还有这些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 这边还有个讲义 讲义部分 可以稍微看一下 讲义我刚刚讲的 这个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这边可以 也可以下载 它是一个PDF档案 就我刚刚秀的简报档 里面的话有相关的东西 包含就是上课用书这些 你们可以自己再看过 再来就是有关那个 像云端白板 那这个云端白板 是我自己创了一个名词 因为以前写这个写上去 插掉就没有了 所以未来如果要写一些东西 我不会可能不会写在这里 我会直接把它写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 基本上答案都在这里 可能 这个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上课的画面 答案都在这里之外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 有个程式码 第二个是 未来会需要用到 撰写VBA程式 上面也都有答案 所以比如说 你要写VBA程式 有没有 因为我还蛮担心 同学应该会写一堆问题 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未来 你至少要学会什么 第一个你要找到程式 第二个你要知道贴到哪里 复制贴上至少要学会 第一阶段至少你要知道 怎么让它跑 再来我会教各位 怎么去撰写这些程式 让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结果 比如说像刚刚的问题 那请各位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帮我去 稍微了解一下云端 包含那个强硬部分